進行之後機場也要開始拚復蘇 招紅部就宣布從3月31號開始 只要過境在台灣轉機的旅客 就要開始收取相關費用 桃園機場開陽44年來 即將首度收取轉機過境設施使用費 每位轉機旅客都將被收取500元 預估每年可多15億收入 最主要是因為轉機的旅客 他也會使用機場相關的一個設施 那我們基於使用者付費的一個原則 那我們也參考鄰近包括日本 韓國新加坡等等機場的做法 他們也針對轉機的旅客 有收取相關的使用費 不過除了受禮遇的外賓 以及他們的眷屬 還有未滿兩歲的嬰幼兒童 可以不用多付費 其他旅客則由航空公司 隨機票代收 交通部也說 這跟飛航服務總台收取的費用 不一樣 總台隸屬民航局底下 儘管疫情間總收入大幅減少 但他們是向航空公司 收過境航空費 而交通部則是向旅客收取 競爭的金額 民航局用來做飛航建設 交通部則是做機場建設 只是多收錢 會不會影響過境旅客 來台的轉機意願 轉機使用費 對他的機票來說 鄉的人相對的比例是比較小的 那對轉機旅客 他希望能夠方便的轉機 所以其實機場相關的一個 轉機的設施 是不是能夠便利他轉機 然後他的服務品質能不能好 才能吸引轉機旅客 來我們這邊轉機 目前桃園國際機場的國際航線 可以連結29個國家地區 63個航點 每週大約有1400個航班 跟疫情前相比 已經恢復六成 今年預估 旅客量可以超過2000萬 如果已恢復到疫情前 每年過境旅客 達到296萬人次 那一年再賺15億元 確實沒有問題 TVBS 週一風鈴鈴 SN小組推報道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